回到 张楚兰费尽了千辛万苦 见到了唐星后都问了些什么吗 难道三十六贼结义的名单是唐星泄露的吗 可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就单单唐星活了下来呢 而唐星也终于讲述起了 三十六贼名单泄露后的整个过往 原来就在刚才 唐星与张楚兰来到了唐门五校的操场上后 唐星就问向了张楚兰 张楚兰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 张楚兰想了想后问道 我想先向你请教一件事 那就是 包括您在内的三十六贼 您是怎么看他们那样 听到竟然是这样的问题 唐星就毫不犹豫地回到 无知狂妄自大又幼稚 甚至还是正邪不分的一帮家伙们罢 文言张楚兰就立马想起了 唐星之前曾问过自己 为什么会跟全性妖人们混在一起的问题 于是他暗叹了一句果然后 就又问道 唐星前辈 你知道我爷爷曾在十几年前为了救你 他一个人闯进了唐门吗 唐星回到 我知道 可值得庆幸的是 还好他当时没有见到我 要不然的话 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 很有可能就是来找我报仇了呀 听到这话张楚兰的脸色忽明忽暗了一阵 他想了想后 把到嘴边的话又给咽了回去 随即他又选择了一个新的问题 问向唐星 三十六贼结义的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不会是您与董昌前辈吧 唐星文言 回头淡淡瞥了一眼张楚兰回到 不是我们俩 这件事我并不清楚 话到此处 唐星就反问张楚兰 怎么 难道这是你知道 见张楚兰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唐星就自顾自地对张楚兰讲述起了 他们三十六人结义名单泄露后 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过往 此时 还不知道结义名单已经被泄露的 许星与董昌 接到了老门长的传信后 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唐门 当他们刚跨进大门 就看见已经有五个人等待他们多时 带头的正是唐门长老红老 见到声势这么大 董昌连忙问道 门长要我们火速赶回唐主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老人家人呢 红老蛋蛋回道 门长出门去见其他门派的领袖 这时杨烈与唐妙星 已经走到了许星董昌的身旁 分别搂住了他俩的肩膀 就听杨烈在许星耳边说道 具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门长只是要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可是话音刚落 董昌与许星就感觉到肩膀处一阵刺痛 随后就见唐妙星与杨烈 他俩同时向后一个闪身跳离到了一边 原来 他俩竟然在许星和董昌的肩膀处扎了根毒针 眨眼的功夫 许星和董昌就不发 浑身贪软的跌坐在了地上 家人已经被制服 红老这时才缓缓开口 是门长吩咐 捉拿你俩这堂门逆土 片刻后 董昌与许星就被束缚了双手 又被银针风靴禁锢住了气满 不明就里的董昌连忙问向红老 红爷 为什么抓我们 我们怎么就是逆土了 可是红老却不打反问 你俩这半年都在干些什么 许星连忙回答 我和董师兄为了挑战单氏 这半年一直在深山闭关了 随后许星又立即问向了董昌 是吧 是兄 董昌连忙点头应试 表示跟许星同样一直在山里闭关 这二人已是串通一气 红老不置可否 缓缓拿出了张纸条说道 是不是在闭关的中途 也顺便逼出了一群好兄弟 随即就念起了纸条上的内容 张贵 丁大利 卢先生 随着字条上的名字被一个个的读出 许星与董昌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直到红老念出了无根生的名字 许星与董昌两人已经彻底呆住了 随即红老又接着说道 还要我把这张纸条上的名字都念出来吗 文言二人先是一阵沉默 随即许星就大喊出声 冤枉 这到底是什么名单啊 为什么会有我和董师兄的名字 而这无根生是怎么回事啊 这人可是董哥的目标啊 虽说一直没得手 但主顾的定金还没撤呢 在狡辩的同时 许星已经跪爬到了红老的身前 然而从始至终都未曾开口的董昌 这时却开口说话了 算了兄弟 传出了鞭子的抽打声 与审讯时的喝骂声 被抽打的人正是被脱去了上衣 吊立着的许星与董昌 张旺此时正大声喝骂着 你俩难道不知道 历代咱们唐门的人 折在全姓手里得有多少呢 你俩竟然还跟全姓的人结伴 可是张旺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一句 住手吧 原来是唐门的门长回来了 说话的正是老门长 老门长就这样走上前来 盯着许星与董昌半晌不语 见状张旺连忙说道 门长弟子实在气不过 擅自处置了他俩 一定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俩 给狠狠的罚 让他俩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回来 可是老门长就是这么的 盯着眼前的二人 不发一言 片刻后终于开口 刚刚我们个大门派 牵扯在内的老东西 已经商量过了 36人中的全姓三人 固然是人人得而诛之 至于剩下参与此事的人 也全都要死 此言一出 张旺堂妙星几人立马围拢了上来 给许星与董昌说起了情 老门长却摇了摇头说道 当时数字门的门长 是带着胡海旺的尸体去的 此事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原来因为战事 除了无法掌握的全姓疯子 和少部分汉奸 大部分的门派与散人 都结成了战事同盟 经过同盟的商议 这36人与全姓结议一事 各门处理各门的设事人 如果拒绝 就等于背叛盟约 到时候其他的门派 就会出手帮忙 可是一旦拒绝 门派生育受损还是小事 给同盟带来裂痕 引发内斗事就大了 所以个门派都心照不宣 打算在小范围内解决此事 说到这里 老门长又对许星董昌说道 我现在连责怪你们的心情都没有了 张望几个师兄弟还想上前求情 老门长断言道 你们不必再说了 一个星期后 就得对其他门派做出恢复 给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 另外这件事 只有你们几个在场的 还有红叶知道 如若谁要是走漏了风声 在我眼里就和这两个逆徒同罪 当老门长等人离开后 许星便哭了起来 一旁的董昌悄然问道 许星你怕了 许星一边抽气着一边回道 师兄 我确实怕了 我不怕死 死很简单 我是怕我们可能真的做错了 说吧 便生死历劫的嚎啕大哭了起来 就这样一晃过去了五天 老门长今天一早便找到了二人 我给你们一条活路 文言二人皆是一惊 随即又听老门长说道 但有个条件 你们都是我堂门 以丹氏为目标修行的弟子 如果你们想活下去的话 就马上完成丹氏的继承 成功你们择火 继承丹氏后 你们的余生就只能在堂中里待着不得见人 从此以后 这世上在五董昌雪星二人 至于用来答复其他门派首领的你们二人尸体 我自会想办法 文言董昌与雪星立马感激地回道 这样恩待我们真的好吗 我们已经是堂门罪人 你不但让我们继续完成堂门绝血 还让我们在圣地躲藏 可是随后就听到了老门长提出了这样做的条件 那就是必须跟三十六贼划清界限 同时要在堂门的世兄弟面前发誓 从此跟那三十四人温断一绝势不两立 再也不是什么结义兄弟 如诺有朝一日见到那帮贼人 就必须将其除掉 老门长一番话说完 董昌与雪星皆是呆愣在了当场 随后雪星便恳求着说道 钱两个都好说 最后这个一定要这么绝吗 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和那些人来往还不够吗 老门长叹了口气沉声回道 雪星你这个滑头是到如今还要跟我讲价钱吗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三十六贼与我们你只能选一遍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你们跟什么人交往我并不想管 但现在师逢乱世 没有什么能约束你我这种有力量的人 而乱世当中最危险的 就是你们这种有力量但立场又模糊暧昧之人 因为你们总会给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总是能给自己找到支撑行为的理由 所以也没什么道理好讲 没什么对错可分 想尽快结束这混乱的时代 那就必须选择一方 坚定不移地站下去碰撞 最终一定能碰撞出一个清平的时代 或许那个时代能包容不同立场 能让对立的双方都有存活的空间 但是恐怕你我是都见不到那个时代 可是那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坚持吗 最后老门长又塌了口气说道 选吧他们还是我们 老门长说完此话 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而最先打破沉默的居然是董昌 他没叫许昕失地 而是叫出了三十三地 他告诉许昌别想太多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各自选择自己的立场吧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许昌与董昌便被带到了堂门的圣地堂主 也就是在今天 他们二人必须得选择自己的立场 此时的许昌正要继承丹士 杨烈却忽然说道 给你吃颗定心丸吧 丹士虽说九死一生 但也绝不是没有掌握的可能 许昌当想说些什么 老门长却突然说道 就在你们在外面胡闹的时候 杨烈已经成功继承丹士了 文言许昌微微一愣 便淡淡地说了句 杨少爷 果然是厉害 随后许昌长吸了一口气 便按照继承丹士的法门运转起了气来 片刻后 一颗无形的丹士便在许昌的手上浮现 看到许昌竟然这么快继承了丹士 堂门众人皆是脸上一惊 面露复杂之死 之后 老门长便走到了许昌身边 对许昌说道 记住 从今天起你的命就不再是你的了 你只是个为堂门传许丹士而活的容器 见许昌磕头卸完了礼后 一旁的董昌淡淡地说道 恭喜阿许师弟 老门长却看了看董昌 问道 你真的要放弃这个机会吗 董昌只是淡淡地回答 师父您的好意弟子心领了 可是弟子心意已决 闻言老门长立即看向了许昌 许昌 你记得你刚才立下的誓言吗 遇到三十六贼的成员你会怎样 闻言董昌微微侧头 看向了许昌说了句 来吧师弟 但是许昌却蹲坐在原地 浑身颤抖着没有移动一步 最后 还是老门长星自数 决掉了董昌 原来这是对许昌最后的考研 如果当时他真的动手了 也绝不可能让许昌继续活下去 因为他们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并不是什么变态 杀人也只不过是他们的生计而已